重庆日前公布出席18大的代表候选人名单 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落选 而一度引人关注的重庆市长黄岐帆榜上有名 与此同时上海人大代表名单也揭晓 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和重庆市一样 无缘市委常委 分析人士认为 18大代表最新名单显示黄岐帆已和薄熙来切割 而逐步重组的权力构架 将给政法委降级瘦身架空周永康 重庆市委组织部21号公布出席18大的代表初选名单 在这份50人的候选人名单中 重庆市长黄岐帆入选 而现任的市委常委有6人榜上无名 除兼任市委书记的副总理张德江 将由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选出外 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等5人将无缘出席18大 还有两名薄熙来的亲信没有进入市委常委 一个是被视为薄熙来文胆的两江新区党委书记徐明 一个则是薄熙来唱红的忠实推行者 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世忠 与此同时上海第十次党代会22号闭幕 大会选出73名上海市出席18大的代表 其中包括习近平和余正生 政治局委员余正生继任上海市委书记 而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不再连任市委常委 时事评论员任百明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继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被剔除新常委班子后 上海新选出的12位常委中也没有了政法委书记的任职 可见周永康所属的政法委系统权力被全面降级 已经不是个别地区的现象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内部规则了 是胡温为了削弱江系周永康势力 一个有步骤的举措 大家可以看到各地的政法委 他进不了常委以后 这样从下而上 逐步的进行的权力重组 给政法委降党授身 从中架空周永康 我们知道广东和上海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地点 过去都是江系的大本营 网络作家吴建国也表示 从周永康落选河北十八大代表 再加上重庆公布的50人候选人名单中 不难看出薄熙来的一些亲信被淘汰出局 这些人都说明胡温在通过地方选举清除异己 特别是江泽民的学在派 包括学在派的主要代表周永康 但是像黄积凡这样的人仍然当选 说明胡温在一些问题上还得和稀拟 而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 如果市长市委书记都下去了 可能会震动太大 给外界的观感也不好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重庆市长黄积帆市委常委徐敬叶等人入选 意味他们已和博案初步切割 如果黄积帆在十八大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代表他的仕途不受薄熙来王立军案的影响 早前南华早报透露 今年年初在重庆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 薄熙来决定免去王立军公安局长一职 当时黄积帆曾公开质疑 是否应先征得中央领导同意 引发薄熙来大怒 不过大纪元时报评论认为 这一报道可能是挺黄人士的刻意爆料 黄积帆以薄熙来在重庆共持那么多长时间 薄熙来的问题他不可能不知道会没有参与 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还是不明朗 比如福温是否能够彻底清除学在派 学在派就甘心这样作而代弊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福温还是采取了暗箱作业的论定方式来确定人选 选举只是走走样子 那个因此呢 十八大因此确定没有什么新意 就还是靠那种平衡各方面权益来确定人选 吴建国还表示 不仅是普通老百姓 就是中共的党员也没有权利来参与这些人事安排 胡温是否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政于民 还是继续维持中共的专制制度 这些我们都将拭目以待